层委中不怕脏脏包! 盼宣扬台湾文化! 层委中不怕直播挑战! 图民事提供! 2018年3月31日! 从民事歌唱选秀节目《明日之星脱颖》而出的元老级选手曾委中,叛斗五年终于成为第一位元主零百万欢主,雄中毕业就读试新大学的他,功课优异,对文字与音乐有独特的见解,7日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勇士》,十首歌全创作, 连早行与唱片企划都一起参与 层委中为宣传专辑,参加《民事》《美凤》有约时期Splint Go直播单元,节目中疯狂玩游戏,还大吃脏脏包! 他笑说,我有做功课,看了师兄许富凯的影片,以做好心理准备,不然可能会被节目主持人阿甘与阿妮吓到! 直播中,要演唱专辑歌曲必须过关玩游戏,要带住阿动口罩吃脏脏包,阿甘,阿妮一想天开,为了让歌手保有完整妆容又可以玩游戏,想出戴口罩双手放腰后,要低头不用手吃脏脏包,没想到玩几游戏没在怕的层北中,完全没含口, 蹲好马步双手放腰,他大口吃起来,不小心还连口罩一起吃进去,最后钱翠不顾形象直接拿掉口罩大吃,玩起游戏不冷场,现场欢笑连连 层北中吃脏脏包,屠民事提供,2018年3月31日 腾北中透露新专辑收录多首排班族歌曲,曾经很懊悔自己没有好好学足语,筹备专辑的过程中,状况贫出,他只得找老爸求救,这真是给我的警惕,专辑录完音,我去网络找资料,发现很多音跟我唱的都不一样,想说我是不是唱歌,我唱的都不一样。 我唱错了,这张专辑代表我,也代表排湾族,重录可不是开玩笑的。 后来去问曾爸爸才知道排湾族有北排,南排之分,自己属于南排湾族,幸好没有唱错,他期许勇士专辑能得到更多粉丝的共鸣。 我们下期见! 我们下期见! 我们下期见!